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时间月 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实说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 现任的菲律宾副总统兼教育部长萨拉 最近面临大麻烦 有反对派议员指控称 副总统办公室有一笔超过一亿笔锁的不透明之书 要求萨拉在近日的听众会上给出解释 如果指控坐实 对于萨拉乃至杜特尔特家族来说 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冲击 而就在听众会当天 反对派不出意外的发难了 面对这种情况 马克思家族出手了 据菲律宾媒体消息 众议员弗兰斯·卡斯托罗和曼努埃尔 在听众会上对杜特尔特女儿发难 前者声称 这1.25亿笔锁的不透明之书应该得到解释 副总统在之前的声明中也承诺会给出一个说法 卡斯托罗紧接着表示 由于这场听众会负责的是教育部的预算 因此他决定投下一张反对票 直到副总统办公室向外界解释 如何使用这笔秘密资金 这里提到的秘密资金 是菲律宾当局为了进行一些 不方便公开的工作而设置的一笔钱 包括专门用于监控一些机构的活动 不受定期国家审计的一次性项目等等 在这次的听众会上 副总统办公室计划为明年再争取1.5亿笔锁的秘密资金 而反对派则要求菲律宾当局解释去年的1.25亿笔锁的秘密资金究竟花在了哪里 对于反对派的质疑 萨拉的回应是 副总统办公室需要进行保密和监视活动 并且不断以菲律宾警方 国家调查局 以及菲律宾武装部队进行合作 以此保护菲律宾学生 教职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安全 萨拉还表示 由于基础教育和国家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教育部需要继续申请新的秘密资金 他最后表示 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由国会做出 萨拉的这些话 其实可以看作对于秘密资金用途的大致回应 不过他并没有给出更详细的信息 这也引起了反对派议员的不满 然而就在后者准备继续发弹时 细节性的一幕出现了 卡斯罗在话讲到一半时 麦克风被中途掐断 这场听众会只持续了20分钟出头 其中接近一半的时间 被用于介绍副总统办公室的成果 以及未来的计划 随后 北伊罗格省众议员费迪南德 亚历山大马克思表示 副总统办公室应该得到议会的礼遇 这是一项长期的传统 他呼吁立即结束听众会 阻止反对派继续就秘密资金的问题 质询萨拉 随后议员们进行举手表决 最终听众会宣布结束 看到这个带头议员的名字 我们基本上就心里有数了 按照菲律宾媒体的说法 他是总统马克思的儿子 同时也是议长马丁·罗姆·阿尔斯的侄子 质询的突然结束 让反对派议员感到不满 卡斯特罗声称对此感到愤怒 并认为副总统办公室 还没有准备好如何解释资金的用途 此外他还表示 众议院委员会对于萨拉太过宽容 曼姆·埃尔也表达了不满 他认为在场的副总统并没有回答问题 毫无疑问 无论是卡斯特罗被突然避卖 还是费迪南德站出来 以尊重副总统办公室的理由 立即结束听众会 都并非巧合 在场有的人明显不希望反对派 对萨拉的质询继续发展下去 因此才使用了最直接的方法结束事情 由于这次是马克思的儿子带头行动 因此可以说是马克思家族出手了 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马克思家族的动作还是相当关键的 因为一些迹象显示 萨拉并没有打算在这次的听众会上 给出详细的解释 如果事情继续无限制的发展下去 那么就可能出现失控的迹象 在最坏的情况下 不排除从副总统办公室上升到萨拉本人 甚至是杜特尔特家族 因此马克思家族就不得不出手了 杜特尔特家族目前是他们的政治盟友 一个是总统 一个是副总统 后者如果真的出了问题 前者必然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杜特尔特家族在菲律宾的政治光谱中非常重要 甚至和菲律宾的对外关系有关 如果杜特尔特家族出了问题 大概率会对菲律宾国内产生严重冲击 事实上菲律宾国内的部分势力 已经开始针对杜特尔特家族了 除了针对萨拉外 还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杜特尔特本人 前段时间 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摩擦非常激烈 菲律宾国内一些人 就把矛头指向了秉持对华友好与合作态度的杜特尔特 暗示杜特尔特出卖菲律宾的利益 可以判断 未来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斗争 很可能会越来越激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唱点赞或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